瑞芳四角亭地区的吉安里里长谢永昌 同时身兼益销 平时照顾弱势不遗余力 除了每天的独居老人送餐服务 提醒长辈吃药 不少弱势居民如果有需要帮助的 都会看到他的身影 几乎365天全牛无休服务里民 民众对他都赞誉有加 很认真负责 专者的里长 有没有对他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他从小我就看到了 我今年81啦 那时候我出院之后 就是一直在想说 既然让我们康复了 那我们要兑现我们的诺言 就是要怎么样来投入这些 服务大众的工作 那就那时候 刚好我有朋友 他也是刚好要投入那个里长的选举 他就跟我聊天 他就说那你就去选举嘛 如果选上的话 就是有更多机会可以服务大众 那刚开始就是因为这样 才投入了那个里长的选举 当初只是希望能够为社会服务 贡献自己的一己之力 但在朋友的鼓励下 就投入了里长选举 也顺利的选上开始服务之路 这一晃眼已经十年过去了 服务里民他还是数十年如一日 丝毫不敢懈怠 反正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就下雨天就穿着雨鞋去看 水沟到处有没有淹水这样子 他就会去清理一些水沟的杂物这样子 我看到是这样 每次我遇到他 他就是穿着雨鞋在工作 因为有很多民众 他可能会来申请一些 比如说像低收 还是残障的一些 要申请那个身份 那我们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透过了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知道说原来可以帮助的人很多 除了银法俱乐部 我们同时也申请了关怀据点 那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志工 那些志工有的他们也是在公所 担任公所的关怀志工 那我就跟我们的一些志工阿姨 他们讨论 我们说那我们来设一个关怀据点 我们就这边由我们的志工来做值班 谢永昌所管辖的服务范围相当广阔 服务的项目更是五花八门 除了帮民众跑区公所办理福利业务 更网罗里内热心民众 成立各项目的志工团队 相当具有规模 那我们现在关怀据点的志工 有将近40位 而且都有去受训 有拿到那个志工证 那包括我们的厨房志工 也有10位 就是为我们共餐来服务 那还有我们的守望相助队 守望相助队目前有26个 其中也包括我们之前的师职会长 包括我们的现在的益肖中队长 还有我们的社区理事长 很多我们地方团体的负责人 他也都愿意来投入我们志工的行列 那我们也是透过我们的巡守队 跟我们的志工 我们可以去发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谢永昌长期关心弱势族群 如果公部门资源无法协助的 谢永昌就会寻求外部资源 像是民众的房屋已经老旧不堪 也无力修缮 他就没和瑞芳关怀乡土协会 协助修缮漏水的屋顶 让里内弱势减轻不少负担 改善恶劣的居住环境 有的他没有政府补助 没有低收的身份 但是他是算是边缘人 就是拿不到政府的补助 那我们就透过民间的力量 来帮助这些人 因为包括我们朋友也 他们在瑞芳有成立了一个关怀乡土协会 那之前我里内有那个里民就是 他家里房屋没办法修缮就漏水 那我们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团队 来帮他们做服务 在我里内之前就有做过这样两个案件的服务 所以说我们就是因为大家都想为这个社会来付出 那所以我们就认识很多这样的朋友 包括有的有钱出钱 那有的他出力 他就利用假期的时间 来帮民众做一些房屋的修缮 他的善行一举也广为人知 曾获选两次新北市机游里长 对于机游里长的头衔 他谦虚表示 自己只是做好里长的角色 未来也会继续带领志工和居民 将吉安利打造为宜居社区 很好人 做人很好 他对每个人都很好 没了 做人好 又轻轻 轻轻轻 对这里特别人 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 我们都有扮演自己的角色 虽然我们不是说 能够把事业经营的很赚钱 還是說我們可以做得很輝煌的事業 但是我們就是把我們的團隊變成是 在我們社區裡面 在我們里裡面 是一個可以被需要 可以被互托的一個團隊 他做人很好 他都幫助弱勢的 還有那個比較低收入戶的 就是人家講什麼他都好 都幫助這些比較困苦的人 因為里內弱勢族群不在少數 謝永昌對於關懷弱勢更是不遺疑慮 還成立愛心屋 提供給街友住宿 幫街友洗澡 還提供臨時工的工作 讓他有謀生能力 謝永昌感慨地表示 無論是身杖或是弱勢家庭與這些街友 他們都需要社會的關懷與幫助 他能幫上的也不多 也很感謝地方上的善心人士與團體 不論是在物資或是金錢上都給予很大的協助 也希望能藉此拋磚引玉 讓社會大眾可以一起來關懷弱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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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